咱们上回书说的是罗瑞卿倒台前夕叶剑英 上窜下跳推波助澜 但是啊 最终能在这个问题上起临门一脚的作用 并不是叶帅 而是林总的革命伴侣叶群统治 1965年11月30号叶群飞到杭州 向毛主席汇报罗瑞卿的情况 其中有几点啊 耸人听闻 说有一次罗瑞卿到林彪的病房里汇报工作 当时啊 倒没什么问题 但林彪听到一半觉得不舒服 说要不这罗总长咱们下回吧 我这不行得睡会 罗瑞卿能说什么呢 好好好 听首长的呗 结果这孙子出了门 就在医院的过道里大喊 说这病了 就他们好好养病啊 别他们挡道 说实话啊 这种回忆 应该不真 但是国防大学的从晋先生 在他的书曲折发展的岁月里说 1964年6月 罗瑞卿在跟林彪汇报工作的时候 竟然说出了 有些老干部就应该主动让贤 这话就相当于对着和尚骂突驴啊 林彪必然得用小纸条记下来 林彪记事喜欢用小纸条 他跟咱皇上不一样啊 当今圣上是小本本 据说后来 913之后 抄毛衩湾 这类小纸条 抄出两千多张来 更惊悚的一件事 是在1965年底上海会议上 叶群揭发 他说啊 有一次刘亚楼找林彪汇报工作 说罗总长说 四条 第一 人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 林总您也一样 第二 希望叶群同志呢 能多照顾林总的身体 林总要是有精神 就多管管中央的事 第三 军队的事 林总您就交给罗瑞卿同志就可以了 第四 罗瑞卿同志 以后会善待林总 叶群说 这他妈是人话吗 啊 我们家林总 福祉东海寿比南山 人还在呢 他就敢这么公开的 明目张胆的抢班夺权 这是要把我们林总往死里逼啊 而且叶群还有人证 无法宪跟杨成武 为什么没有刘亚楼 因为他在1965年5月已经死了 所以罗瑞卿到底有没有让刘亚楼说这番话 用邓小平讲话 死无对证 但是无法宪和杨成武 他能跳出来永挑重担 后来无法宪回忆录说这段啊 这话是叶群让他说的 他自己可没听罗瑞卿说过 杨成武回忆录呢 根本就没提这段 所以啊 罗瑞卿应该是没那么大胆子 这么肆无忌惮 疯了吗 不是 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回忆说 林彪没想打倒罗瑞卿 那就扯淡了 他媳妇这么面不改色 心不跳的 胡说八道 他都蒙在鼓里吗 林彪自己骂陆丁一时候的名言 你们俩他妈睡一个被窝 他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这个上海会议啊 罗瑞卿是参加的 他当时还在昆明视察呢 中央打电话让他过去开会 他也不知道干嘛 一样不知道干嘛的 是贺龙竟然还带着作战地图 以为打仗 路上问聂荣真 说这什么会啊 聂荣真是知道的 他不说破 就说不清楚 你觉着呢 贺老总 贺龙说 毛主席叫咱们开会 肯定是又得披挂上阵 东党西沙呀 直接沙场魏国死 何须马阁 果失魂 嘿 还挺自我感动 等罗瑞卿飞到上海 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书记 陈匹显和空军的无法线 到了地方 罗瑞卿看那哥俩一脸正气 还想跟人开玩笑 说老陈啊 你怎么眼睛发红啊 昨儿大麻将来着吧 陈匹显心想 操 就叹口气 说罗总长 这次啊 咱们换了个地方住 就给他拉到一小洋楼边上 啪车一停 老陈匹说 罗总长 到了 总理和小平同志要跟你聊聊 等聊完 罗瑞卿已经走不动道了 现在看好多视频啊 说有些干部 纪委一谈话立马贪了 别说他们了 罗瑞卿百战余生都不行 后来他想通过周恩来找毛泽东谈话 周恩来说毛主席是不会见你的 罗瑞卿说 那要不我跟林总聊聊行吗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他呀 他冤枉我们这不是 周恩来听到这儿 就说出了那句名言 你太天真了 上海会议之后 贺龙也靠边站了 罗瑞卿在军队里的职务全部摘除 论功行赏 军委秘书长 由叶剑英担任 同时叶帅还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而总参谋长被杨成武接任 但杨成武没接权 他是代总长 这事还没完啊 1966年三月在北京开会 继续深挖和揭批 这个会议是叶剑英主持的 同时有一个重量级的参与者 大家可能都想不到 刚刚出完二月提纲的彭真彭八爷 历史读到这儿啊 不禁得感叹 毛主席用兵 真如神 打倒之前 先让他们自己撕一个你死我活 狗咬狗一嘴毛 彭真在会上积极批斗罗瑞卿的时候 怎么能预料到两个月以后 自己也五花大宝贝捆在聚光灯下呢 毛主席为什么打倒罗瑞卿 就是因为他和贺龙走得太近 还有一个 刘少奇对他的封官许愿 让毛泽东感到不踏实 在他要和刘少奇彻底摊牌之前 不允许军队有任何不在他本人掌控之中的因素 至于说其他林彪也好 叶剑英也好 那都是顺水推舟 批斗到了3月18号 罗瑞卿这种一辈子顺风顺水 心高气傲的人实在受不了了 跳楼自杀 但是三层太矮没死成 把腿摔断了 为此啊 叶剑英兴奋的在晚上聚餐的时候 给大家伙唱了一曲苏州平潭助兴 还写下将军一跳 深名烈的诗句 欢愉之情悦然至上 刘少奇评价 说这个自杀呀 是个技术活 想死 你就得大头朝下 邓小平还在边上捧个根 说没错 咱罗总长这是跳水运动员 跳了个冰棍 这就是我们敬爱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 在同事不堪受辱愤而自杀的时候 尖酸刻薄冷嘲热讽 王维那句诗说的好 摆手相知 游暗箭 后来罗瑞卿在516通知里 彭路罗阳反党集团中的罪状 是篡党反军 抵制林彪同志的突出政治 而罗瑞卿也正是因为这条断腿 1978年去德国做手术 心脏病突发 死在手术台上了 他的灵救回北京的时候 邓小平 叶剑英居然去机场 迎领 只能说每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啊 都是好演员 行 今儿就聊到这儿 希望喜欢的朋友啊 点赞收藏 开启小铃铛 咱们争取啊 经常聊天 谢谢大家